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怎么了 我跟我男朋友说 我在展猫店里吃完饭回家 他竟然回复我 好的 我一会儿就去吃 你也没问他吃没吃啊 他这分明是心不在焉的敷衍你啊 展猫 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要跟他分手 停 遇到男朋友敷衍你的时候 千万别一生气 就闹分手 要反向敷衍回去 反向敷衍 你这么回他 我没干嘛 刷视频呢 他打了个问号 你就回 嗯 他问我 你恩什么 恩 回 你感冒好点了吗 他说 还是有点难受 回 哦 那就好 他说 啊 回 那你早点回家 他说 我在家呢 不是刚才就告诉你了吗 喂 宅猫 他问我是不是还在宅猫那吃饭呢 喂 没有啊 我在宅猫这吃饭呢 他说 你能不能跟我聊天专心点 别总敷衍我 行了 别毁了 宅猫 你说 他会不会生我气啊 你等着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一 你怎么来了 我看看 你和谁吃饭呢 我自己吃饭呀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 宝宝 你为什么回消息这么敷衍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哎呀 没有啦 别瞎猜嘛 我是特地来接你的 咱们回家吧 好好好 我明白了 宅猫 这就走了 知道知道 我心好评呀